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沈英杰将提箱交给老周转移 毅然带着育儿前往铁工厂救人 岑都查占据了主动 以枪毙王莹等人 威逼沈英杰交出提箱 沈英杰身处险境无法救人 只好眼睁睁看着岑都查开枪扫射 谁知道下去的竟是丁玛子等特务 三人来到救码头 却落入了港村的埋伏圈 原来这个贾田敏 居然是上海宪兵司令布特高克 龟田正雄真正的田敏 熬不住酷刑招供了 提箱最终落到了鬼子手里 港村得意地开箱查看 一声巨响将狡诈的他和田敏 炸得血肉横飞 沈英杰和战友们 以其忠诚无畏和大智大勇 挫败了日寇精心密谋的军事计划 并截获了大批日伪汉奸 与国民党顽固派暗中勾结的证据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 做出了卓越贡献 兵集出来了 准备接应 大批 掩护我们 đ Heritage 狗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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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Ng 狗 Beach 狗 people 狗玩 狗ẻ 走 老哥 一二三 再来 快走 赶快 赶快 别跑 别跑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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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 站长 上风来电 上海派来的督察员今天到苏城 负责查找戴穗昌的行动 命令我们全力配合 放他个屁 你们是咱们的功劳 怎么成他的了 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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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呼呼的又咋了 站长 我找到戴穗昌了 真的 在哪儿 迎门客栈 他和一个女人在客栈门口拉拉扯扯 被我发现了 后来他们同伙回来了 就一起进了客栈 你说戴穗昌和一个女人 在大街上拉拉扯扯 你没看错吧 我怎么可能会看错 肯定是她 我让矮冬瓜守在那监视 然后我就赶回来给您报信了 好 太好了 等那个狗屁督察员到了苏城 老子早就大功告成 我还轮得着他指手画脚抢功了 干吧 召集全部兄弟 准备行动 走 就在沈宁洁冒闯进敌朝 显回文件的同时 重庆方面秘密派出苏城的人员 你也在佳心行动 查找戴穗城 这位先生 有车吗 清明时节啊 雨纷纷 半夜散惊 鬼敲门 病中垂死 精做起 肖网客从何处来啊 节奏二号都对了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知道 快请见 都给我轻轻点 武器检查好 这任务完成都有好处 出发 站着站着啊 站着 他来了 谁来了 谁来了 杜查员 这小子来得这么快 你就是丁战长 是 是 坐下说 不坐了 不坐了 您坐 您坐 请坐 本人姓曾 就不用自我介绍了 尚逢的电报里 讲得很清楚了 是 是 曾徒察 毕人正恭候您大驾光临 大驾光临 凌展长 尚逢对戴穗昌一案 极为重视 他逃跑时转移了一批绝密文件 如果落到共党手里 后果非常严重 曾某此行的任务 就是要截获戴穗昌和这批文件 希望丁战长能够全力配合 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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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他们 他们正在准备执行任务呢 什么任务 这 是 看来 丁战长 并没有把我曾某放在眼里 还留了一手 曾徒察 毕人不敢 毕人不敢 既然丁战长不敢讲实话 我曾某自有办法 不过丁战长你的前程 也就到头了 告辞 曾某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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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走 小的不敢隐瞒 正要向您汇报呢 其实我们找到戴穗昌了 真的 千真万确 他现在就藏在迎门客阵 你们打算怎么行动 直接抓人 把他的从伙也全都抓起来 你们就这样 大摇大摆地抓人 如果遇到日本人怎么办 不会那么巧吧 日本人也在拼命地追查 戴穗昌和这批文件 随时可能找到迎门客栈 再说了 这苏城是日本人的占领区 戒备很严 你们这样鲁莽的行动搞不好 极飞弹打 把自己也配进去 告 曾某察 告 不过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戴穗昌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了 谁说放过他了 抓 怎么抓 好 好 好 怎么样了 吓死我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的 你懂什么 穿成这样不容易暴露身份 这位就是那个 丁烧的弟兄 是啊 是啊 是我 是我 辛苦了 不辛苦 长官辛苦 怎么样 带此上有什么动静吗 没动静 进去以后啊 一直都没出来 老赵 沈阁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急死人了 好 陈初线 等沈阁长一会儿回来 咱们赶紧撤离 他唯一被小鬼子打死了 回不来 咱们就在这里等他一辈子 戴随昌 闭上你的臭腿 增多少 行动 是 走 是 别动啊 都别动啊 都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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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快点 你们是干什么的 凭什么抓我们 警察局针机队的 为什么抓你们 自己心里轻重 把东西交出来吧 什么东西 装文件的手提箱 手提箱 我们没有 不信 你们可以查呀 戴随昌戴主任 是 你是谁啊 我是丁权府 重庆驻苏城工作站站长 我是你马子 乌鸦的人 是 哎呦 戴主任 亲人哪 我可找到你了 戴主任 啊 都死了 这就是戴随昌 戴主任 这是上风派来的 督察员 全权负责你的案子 督察员 曾莫大救 不算感谢 戴随昌 手提箱在哪 在一个叫 沈英杰的人所里 他人在哪 阿拉不晓得 全部带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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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走 走 总督察 咱们就在这儿 手术带头啊 不 统统都撤走 撤走 这家客栈 很可能就是 共党的卧点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很可能会把鬼子引来 那 提箱不要了 放心吧 这个我自然有办法 会让沈英杰 乖乖地把提箱给我送过来 沈队长 咱们总算甩掉鬼子了 到了客栈 降上大火 赶紧回护山 免得夜长梦多 把这个东西抢到了手里 我们的任务 就算完成了 一大半了 不怕夜长梦多 出了这么多事 还是小心点为好 沈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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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找到你们了 客栈可能回不去了 怎么了 出大事了 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什么 这是一个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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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日本人 皇上 承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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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警察局针机队的人 把人带走了 为什么 这个 这个不清楚 对了 他们留下了玉儿 玉儿 把信给神科长 神科长 你千万要求法明啊 让这个女人带上蹄箱 意向神秘到河边铁工厂换人 否则收尸 要咱们拿这批文件去换人 绝对不行 神科长 看要不要找关系 在镇机队去问一问 花点钱把人给捞出来 来不及了 再说了 这帮家伙 也不见得就是针机队的人 那怎么办 难道他们是假冒的 我怀疑 他们是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 跟范剑是一伙的 就是想趁火打劫 要不然 怎么会对蹄箱里的文件 这么感兴趣啊 咱们对付这帮鬼子 已经够头疼了 他们还来捣乱 老周 你带上蹄箱 马上赶到联络阵 给侯司令发电 就说文件已经到手了 那你呢 我想办法救人 如果天黑之前我回不来 你就立刻动身 务必把文件送到叛家帮 李参谋会在那儿接应你 不行 你单枪匹马去救人 根本不可能 我回这一块去 我拜托你啊 这些文件 比咱俩的命都重要 黄司令军首长 都在等着他 你的任务 比我更要紧 绝不能有半点闪失 月儿 我们走 走 热 idea 你您原来没说 一条路 你Cloud 你的你 你也感觉儿 我没想到 看哪��岐 要叫你 叶可 全正可 ling 你ета 拯救了 杜察员 阿拉是不是可以回重庆了 当然可以 只要你帮我拿到手机箱的文件 我不但可以安全地把你送到重庆 而且 尚风还会重用你的 杜察员 阿拉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让我是不晓得 阿拉潜伏在日葳的心脏 被这汉奸的马民孤军奋战 是多么的相念祖旨啊 可是刚脱离了狼窝 又落入共当的福克 他们严刑拷打 对阿拉使用各种酷刑 被阿拉说出党国的秘密 可阿拉凝死不去 坚持斗争 身在地营 心细重庆 在伟元长光辉思想的哺乳下 随时做好了英勇牺牲的准备 戴主任 吃苦辣 太感动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呸 诶 狗汉奸 真把自己当英雄人物了 各家了 各家了 戴罪章 你跟我说 那个手提香在沈英杰手里 他是什么人 他是共党胡三县委的保卫科长 这个家伙厉害得很啊 你可千万要当心哪 一个小小的保卫科长算什么 豆芽成破天 也还是一碟小菜 对对对 孙伯侯子再厉害啊 他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这几天我跟姓沈的斗智斗勇 他也玩不过我 更何况都裁员你亲自出马 玩死他的 戴罪长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脸不红的 阿拉有什么脸好红的 对吧 来了 这 是这儿吗 没错 交换地点就是这儿 我说的没错 他们真的是冒充的警察军阵机队 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他们是真的警察 怎么跟做贼似的 选择这么荒僻的地方 跟咱们做交易呢 行了 地方找到了 你先回去吧 这儿太危险了 沈大哥 我不怕危险 只要救出法民就行 行 你留在这儿也可以 但是千万不能轻举妄夺 姓陈大 我知道你在这儿 出来吧 别藏着掖着了 咱们抓你时间做交易 姓陈大 你要是个爷们 就干净厉丝点 别默默继继上个娘们 做完交易 咱们各走各地路 老子保证不为难你 你们是哪儿来的土匪啊 光天化日 绑架勒索 胆子好大呀 他来了 继续喊话 放屁 老子是长堂正正 你们不是土匪 难道真是警察 警察 警察 不分家吗 少废话 老子是什么人你管不着 抓紧时间做交易 老子就把你的人给放了 否则 等着给他们收尸吧 你们要提香啊 没问题啊 不过 我必须要见到我的人 谁知道你们撕票了没有啊 怎么办 带出来 把带随上压出来 走 走 杜瓦鱼 你干什么 赶他奖 让他赶快做交易 快去 四哥咋 阿拉水仗 你可千万不要开枪啊 戴随仗 要是你出卖了大家 我先一枪崩了你啊 别别别 四哥咋 咱们两个是有孤命的交情啊 你救过阿拉的命 戴随仗是资恩图报的 现在是关键时刻阿拉也要救你啊 你怎么救我 真的 是这样 你把这个提香啊 交给他们阿拉保着啊 老赵 老蔡 还有王盖子 包括你 咱们都可以活命的了 你放屁 你给我滚开了 够了 西闪的 人你已经看到了 你把箱子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戴随仗不是人他不算数 我要见我的人 怎么办 拿出来 全押出来 走 快走 发明 月儿 你这样冲过去 你是送死的 沈大哥 你快救救发明官 沈阁长 沈阁长 千万不要伤他们的当啊 宁洁 别管我们 你赶快走 过来 阿瑟给我堵上 全部再走 带走 死个咋 快走 死个咋 咋 是谁 他要动手了 快点 给我救命 救我啊 快救我啊 快给我堵上 月儿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你待在这儿 不要乱动啊 没动静 看见兄弟兄了吗 没有 再看话 金山渣 人影都看见了 把提香拿着 让我们看看 新沈的 杜扎员 那家伙肯定在耍花头 怎么办 不能再拖了 把人全毙了 全毙了 看来 这新沈的 不打算跟我们做交易了 我们没有时间 陪他慢慢玩 既然留着没有用 留着一致护患 全毙了 是 既然大 给我听好了 我倒数十生 再不老老实实 把提香交给我们 就把那人 偷偷杀光 我们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四个子好 再不出现就来不及了 六 七 一 一 一 八 九 十 行行 听我的口令 去枪 准备 开火 别动 把枪放下 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派人去了苏城会和你们联系这是街头信物 神殷邪同志 我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调查员田敏 原来你就是上海派来的同志 快把他们解开啊 发明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发明 发明 田敏同志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发明 沈科长 刚才的枪声肯定把鬼子惊动了 这里不能久留 我们赶紧撤吧 对 撤到安全的地方再说话 快走 走 走 曾渡船 曾渡船 救我 救我 我不是真渡船 我是假渡船 走 快走走 走 有什么地方 车上车有点 研究吗 什么事 不明白 但要是车上手 等下来 走 是 来 沈科长 实不相瞒啊 我们上海党组织 最近正在策反 汪伟的一批重要人员 戴隋昌的这批文件 对我们太重要了 这回组织上派我赶到苏城 想办法务必拿到这批文件 那你是怎么找到 丁麻子那帮家伙的 这个很简单 我本来啊 就是他们的督察员 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 原来你一直潜伏在敌人内部 深藏不漏啊 连我都被你骗得心惊肉跳的 不过呢 幸亏你及时发现了 他们的行动计划 要不然咱们都没有机会 坐在这儿说话喝水喽 你这么一说啊 那个督察员够阴险够毒了 我想今天啊 差点就死了呢 沈科长 那批中药文件拿到手了吗 已经到手了 我能看看吗 你当然可以看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我把提箱藏到了别的地方 没放在这儿 等咱们回湖山之前啊 再去把它取回来 沈科长想得很周全哪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湖山 现在鬼子全城搜捕 查得很紧 等天黑以后吧 我们再出发 可是你是上海来的客人 为了你的安全 我会派人把你先护送回湖山 你们现在就可以走 这我可不同意啊 这样我可就是临阵脱逃了 我就丢了上海党组织的脸了 我坚决要去留下来 和同志们同声共死 应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老天本事挺大的 行 那也行 那咱们就一起行动 好 沈科长 你们总算平安回来了 可急死我了 老周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上海来的甜敏同志 这次啊 我们能够逃过一劫 多亏了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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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科长 黄司令很担心咱们苏承的情况 您应该赶紧现在汇报 老周 你安排甜敏同志休息一下 我和老周 去给黄司令发电报 好 走 好 来 坐 喝茶 来 报告 进来 黄司令 苏承起电 这个沈盈洁不错 果然在预定时间完成了任务 你马上去发两封密电 一封给李参谋 让他在潘家帮准备接应 务必保证沈盈洁他们安全回来 是 另外一封 发给上海党组织 向他们证实一下 派来的调查人是否叫甜蜜 具体特征 沈盈洁 几等规定 是 快 快 别让他发现了 这儿有一张车票 从上海到苏承 时间是昨天晚上 再搜 肯定还有 老三 这没啥可疑的了 没 我来 给我 好 怎么了 衣服里有东西 这个是什么呀 藏得这么密密 一定有猫腻 一定有猫腻 老赵 哪 这里 就是你们的秘密联络点吧 对 这是我们的苏守的秘密联络点 平时很少人 不错 脚兔三枯嘛 地下工作 必须的 老赵 苏城是日北的老巢 开展工作不容易吧 你们在上海的处境 肯定功亏了 我正想请教你的 好啊 那我们进屋聊 对 别动 老蔡 什么情况 老赵你别管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 少废话 坐下 沈科长 往资历回殿 怎么说 上海党组织说 他们排来的调杀员 就叫天明 基本特征也都符合 看样子 他还真是自己人 这下就放心了 好 去把提箱提出来 咱们准备回湖山 好的 姓田的 你在铁工厂的戏演得不错 假枪毙 把所有的人都蒙了 我如果演得不好 你们早就成了枪下轨了 你骗得了别人 你们可骗不了我 说吧 你是什么时间到苏城的 我是昨天晚上 从上海坐的夜班车 今天早晨到着苏城 今天早晨到的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能找到丁麻子他们 查到我们的行踪吗 我的所有情况 只向我的上级汇报 你无全知道 这是做地下工作的原则 你就别费心思了 你少拿鸡毛当零剑 骗我外行 我问你 这是什么 这是夜性毒药 毒药 你连这个都不懂 干地下工作的 必须视死如归 随时准备为党牺牲 如果遭遇危险 可能要被捕 那就要立刻服毒自尽 绝不能泄露好任何秘密 你要是不信 摇一会儿试试 我 那好吧 我问你 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身份 一张白纸骗就能证明你是什么身份 你骗谁啊你 你把它放在水里看看吧 你果然是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 你果然是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 我的身份 沈科长已经知道了 从现在开始 我拒绝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 星田的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 我警告你 你这样无作非为 你 我要向上纪控告你 你他娘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老子今天不搞定你 就把这条命赔给你 你跟我说 究竟是谁出卖的我们 你到苏城来究竟有什么阴谋 有中警就开枪啊 老子要是皱皱眉 我就不是共产党 你 老蔡 老蔡 别冲动 你会犯错误的 方亚强 老蔡 你们都不要管我 这小子来路不明 一定有问题 你们放开他 我倒要看看他吃了豹子胆了 敢侵杀自己的同志 你 你还敢嘴硬 老子现在就帮了你 来呀 放开我 你干什么呢这是 沈科长 这家伙太可疑了 我正在审讯呢 瞎胡闹 把他给我拉出去 沈科长 我 老蔡 走 沈科长 赶紧走吧 真是对不住啊 老蔡这人一向都糊涂 他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等回到湖山 我一定严厉处分他 沈科长 你们对我有怀疑 沈科长 我能理解 对敌斗争 是很残酷的 大家都要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 这如果是你审问我 我肯定全力配合 但是他们两个算什么东西啊 这完全是胡闹嘛 是 沈科长 我 你也出去 给我好好反省 天命同志 你的身份 我已经向上级认真核实了 没有任何疑问 老蔡他们这样 真是对不住啊 让你受委屈了 没事 没事 是 对 这是蹄箱 我已经取出来了 等天一黑 咱们就动身回湖山 就是这只手蹄箱 这一箱子都是绝密文件 都是戴隧厂搞出来的 无价之宝 我能看看吗 没问题 是 对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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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能不能胜利地完成这次任务 就在此一举了 现在小鬼子全程搜捕 风声非常紧 我们人数众多 目标太大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决定兵分两路 老赵 老蔡 王莹 你们三个人 负责保护戴隋昌和田敏同志 我和老周 负责保护提香 分头行动 出城以后 在指定地点会合 李参谋 会在哪儿派人接应我们 沈阁长 我想跟你走 为什么 我 我不想再跟戴隋昌装夫妻 我想跟你装夫妻 这哪儿行啊 这些绝密文件事关重大 我和老周任务艰巨 我拜托你 你就不要添乱了 沈阁长 我不能跟他一起走 省得欠着没必要的麻烦 对对对 咱们这一路啊 人越扫越好的 要不早云暴露的 你别断 要走你一个人走 省得拖我们的后腿 反正小鬼子找的是你 田敏同志 你跟他们在一起呢 会更安全 我和老周 要负责保护提香 实在没法照顾你啊 我不需要人照顾 你要是很为难的话 那我自己到湖山 等我们到了湖山以后 我们再见面 那好吧 你跟我们俩一路 好 沈大哥 那 我们俩跟着谁啊 你们俩呀 就别填乱了 等我们出发以后 你们赶快撤离 小鬼子的鼻子 淋着呢 沈大哥 我们不会添乱的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原来 也是国君的伤兵 为了躲避鬼子抓捕 才被迫出家当和尚混日子 这次事情 是我影响你们 对不起 可我也想明白了 你们才是打鬼子的真英雄 我得跟着你们一块干 你不怕死啊 不 不怕 这 与其糊里糊涂地认鬼子宰戈 还不如和他们拼了 对 我也和他们拼了 大明 鱼儿 这次呢 我们要执行特殊任务 确实没法带着你们 如果你们真有心 就去湖山 我一定欢迎你们 这 出发 好 终于把我赶走了 来 路上小心啊 我在潘家邦等着你 我一定会去的 我一定会去的 开开 这条路过不去了 速成的路你收 想办法绕开 走 老赵 这里是伪军中队部啊 咱们来这干嘛 图案自首啊 闭嘴 少废话 老赵 你们怎么才来啊 我都等急了 文队长 怎么就能四斤 其他人呢 英杰说了 人多目标大 怕给你添麻烦 所以他带着其他人分头行动了 尽快沈科长考虑得周到 我跟你说 今天特别奇怪 这鬼子跟疯了似的 差得特别紧 我正愁着怎么把你们送出去呢 现在就你们几个人 这好办多了 快点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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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尺阁长 看样子 咱们的路 已经被鬼子给封死了 咱们这样绕来绕去 也不是个办法 我也不想绕 但是黄司令命令咱们 午夜前必须把文件 送到湖山去 那不绕怎么办呢 我知道有条路可以出城 那是走私贩子营的 可是在城南太远了 我担心时间不够 我拜托你啊 你这话等于白说 再想想 尺阁长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以前听丁麻子说过 他们在那个旧码头 藏了一条快艇一备急用 这个旧码头离我们这儿不远 如果我们走水路 就可以绕过鬼子的封锁 太好了 有了快艇 咱们不但可以 绕开鬼子的封锁 还能提前赶回护栈 对 走 来 你 站着 二徒 吓了狗眼 是我 是温队长 对不起 我看花眼了 你呀 站住 你爹 干什么爹 太军 是我 是我 我是第四中队的中队长 是我 是我 他们俩干什么的干活 太军 他们俩呀 是刘三墨长的亲家 我拿送他们去司令部呢 你们俩夫妻等 夫妻 夫妻 怎么回家呢 下 下 他们就是夫妻 那他们呢 他们 都是自家兄弟 立正 颜驢 谢谢太军 快走 来 怎么没船呢 应该是怕鬼子发现 把船给藏起来的 藏哪儿你知道吗 你们现在是隐蔽着 我去码头那边看看 一起去吧 走 来 来 来 放命 咱们偷偷跟着他们 沈大哥知道会生气的 鱼儿 咱们必须跟着他们 不然被鬼子抓住 咱们就完蛋了 可是人家有特殊任务呀 咱们得跟着他们 这样咱们才会安全 来 来 沈队长 鬼子设了陷阱 咱们出不去了 陈周青 咱们就算死了 也绝不能让提香 落到鬼子手里边 别急 来 干什么呀 你能救他们吗 下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立刻放下枪 和军打他的用戴 我警告你们 任何反抗都是没有用的 是 只有放下武器 将出提香才能保命 要是再不投降 偷偷地 干什么了 我们掩护你 你冲过去 跳湖 把提香给我 你们掩护 我往外冲 你们要小心 一 二 三 别动 别动 沈阁长 乖乖地投降吧 这次逃不了了 你是鬼子的走狗 我不是什么走狗 我是大日本皇军 湖山的神科长 你好啊 久闻你的大名 我港村等你躲时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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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带到柴山主席 你会给你带到柴山主席 沈科长 你得搅滑搅滑他 但是最后还是落到我的手心里 你的计划失败了 鬼陈军 告诉他我们的秘密 让他死得明白 是 沈科长 当你们来到苏城的时候 港村中佐就制定了两套计捕方案 表面上全城封锁 严加促杀 暗地里动用了特战手段 其中关键的一步 就是你们共党的上海调查员田敏 早就被我们盯上了 再来苏城的路上 我奉港村中佐的命令 秘密实施了抓捕 并连夜进行了审讯 说吧 你说了 我就会饶你不死 我说 我说 这家伙熬不住我们的酷刑 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我偷梁换柱 便成了你们的调查员 田敏 沈科长 也许你还有一个疑问 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你们接头 而是要通过钉麻子来接近你们 为什么 因为我要做一个局 让你们对我毫无怀疑 其实 丁麻子的亲信刀疤脸 早就投降了我们大日本皇军 他们的行动 我们也了如指掌 我们也知道 他们在追查戴穗昌的这批文件 所以我们就借刀杀人 在营门客栈抓获了你们的人 只可惜你漏了网 而我们志在必得的文件 也在你的手里 所以我们只有掩下去了 等你上钩 沈科长 现在你明白了吧 岗村忠左制定了全城俗查 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引起你们的注意 岗村忠左真正的杀招 最精彩的一幕 就是在铁工厂 开火 我消灭了丁麻子的团伙 得到了你们的信任 但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我留下了刀疤脸 这个活口 贵将军 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 干得漂亮 我要大大的奖赏你 是 我得到了你的内营 在这部下天罗地义 让他们有来无回 谢岗村君夸奖 岗村君料事如神 打他的妙计 在下敬仰 苟日的互相吹捧 不咬你 沈科长 你得现在输的心服口服吗 一谋诡计 我不服 贵将军 是 把提衣箱拿过来 是 是 沈科长 弟弟死到临头了 还不过来求饶吗 来 看看 好 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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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严生 奴隆 要的是 百分之 一百分之 一百分之 等他先些 走不动了 老召 老召 你听 好像是旧码头那边 墙上很激烈 会不会是陈科长 又遇到鬼子了 阿弥陀佛 幸亏阿兰没有跟他们一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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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太痛了 李三毛来接应我们了 老召 李三毛 沈樱杰呢 他还没来 怎么回事 李三毛 我们遇到麻烦了 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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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龙 拿着 老召 老� report 老召 回事 着 gall 这么说 沈英杰怀疑那个调查员有问题 既然是这样 那你们为什么不甩掉他 或者除掉他呢 沈科长通过黄司令 向上海党组织密电证实过 情况属实 排除了那个调查员的嫌疑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既然人家真是从上海派来的 那你们怀疑他什么呢 沈科长很谨慎 始终不放心 关键时候 插进一个什么底细都不知道的人 一旦出了差错 补救都来不及呀 戴随长跟着你们 那文件呢 沈英杰带着文件同样很危险 文件我和老赵已经带出来了 你看 给 ra 尽 Purw 息 呀 发 你 麻烦 你 祝 你 行 我的 艱 你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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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箭都在这儿了 沈科长手上的啼箱是假的 里面装的是炸弹 你们 你们都瞒着我 沈科长怕你沉不住气 一旦暴侣了就前光尽气了 那老蔡 你审讯那个姓田的 也是在演戏 王爷 那都是沈科长的安排 一来是试探姓田的 你跟我说 你到苏承来究竟有什么阴谋 二来故意制造矛盾 好为以后的分头行动 来给我拉 来下伏笔 沈科长 老蔡 老蔡 沈科长 这田敏啊果然上当了 他想盯进提香 这接口啊跟我不对劲 主动提出跟沈科长走 他骗我 你们也骗我 王爷啊 沈科长把危险 都印向了他那边 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就是为了保证文剑和戴隋昌 安全地返回湖山 好了 大家都别说了 你们几个 快走吧 我不走 我要在这儿等他 王爷 别任性了 快走 我说了我不走 我答应过他的 我要在潘家邦等他 李三谋 旧马桶那边强声很激烈 我怀疑沈科长他们和鬼子遭遇了 我要去接应他们 我也去 可是黄司令 今天午夜必须离开湖山 正急着等着你们呢 李三谋 你先把文件和戴隋昌送回去 我们去找沈科长 对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咱们绝不能撂下他 也行 我在湖边给你们留一条船 我先赶回去 王盖世 其实啊 阿拉挺管理沈科长的 他是阿拉见过最野蛮的男人 阿拉如果见到沈科长就算高大 阿拉保证全力配合你们 一定不辜负他 好 快走 咱们走 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 出来了 到此aper 去 你 here 去 去 而且 要你 老周 老周 坚持住 来 老周 老周 坚持住 坚持住 我背力出去 沈阁长 你别管我 我也会 你快走 不行 要走一起走 我是活不了了 凭着一口鬼子算一个 趁我还有一口气 你赶紧走 别瞎说 快 跟我走 沈阁长 我是看不到抗战胜利的 那一天了 等到 等到那一天 你一定给我烧几张捷炮 给我挡着钱 告诉我一声 我就 明目 你瞎说什么呀 快走 快跟我走 你管我 快跟我走啊 你快走啊 听我的话 快走啊 沈阁长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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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al 追 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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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Tus Drag 我們�ن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啊 再次攻击 老赵 舅马头的枪伤 好像停了 快走 走 鬼子好像撤了 好 走 我们去看看去 沈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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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别瞎叫了 沈大哥已经牺牲了 我们一定要找到沈大哥 他这么好一个人 我们至少要给他住个坟 你看这儿 是 是沈大哥吗 发明 是沈大哥 拿着 发明 小心啊 来 这儿 随后 你会觉得 你还要把我 你还要把你 拿回来 你还要把你 都送回来了 我说了嘛 沈英杰不会让我失望的 他人呢 可能遭遇了鬼子 情况不明 想尽办法 无论如何要找到他 是 出发 是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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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解 沈阁长 宣阁长 驾 behold 宣阁长 宣阁长 驾 behold 营姐 驾 behold 驾 驾 behold 营姐 沈英杰 沈英杰 快 荔 这儿 慢点儿 沈大哥 沈大哥 我是玉儿 你答应我和法明去找你 你怎么就走了呀 沈大哥 沈大哥 谁 是我啊 赵叔 赵叔 小虎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听到码头有枪想 估计是你们 我就赶过来接应你们 沈阁长呢 继续找 快 找 沈阁长 走 沈阁长 都找仔细点 沈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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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盖使的声音 小虎 沈阁长 小虎 在这儿呢 这儿 沈大哥在那儿 沈阁长 沈阁长 平洁 我是王毅 你只看眼睛看看我呀 玉洁 玉洁 你说过你不会再骗我的 你再骗我我会生气的 玉洁 玉洁 沈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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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洁 沈玉洁 玉洁 你不可以骗我的 沈玉洁 沈玉洁 与国民党顽固派暗中勾结的证据 为揭露并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 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大爷下 把他放下来 把它放下来 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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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完成了吗 完成了 完成了 你又骗我 你这臭子 我就知道沈阁长命大了 破 破 破